主席、盧本長老、大長長老、還有我們司長、還有諸位長官 真的是非常感謝,尤其是司長能親自到 我看到那個名單的時候,我在想說大概只是列一列而已 那你能親自到,很感謝,還是一樣 那麼當然啦,你的善意我們感受到了 那麼不過呢,這個基本上的一個國家主權的這種思維方式呢 就像大王法師剛剛講的,它裡頭的管理 雖然出於所謂,您一再提倡那個善意我也理解 但是這種管理呢,就是有種好心不有好心 你做下來的那些動作呢,其實干擾真的很大 而且效果不長,怎麼說呢 比如說這裡頭規定呢,還怕說你那個法人啊 賣掉了房子之後,法人資格消失了 那其實更簡單的是,我根本就不加入法人 其實呢,好像也沒什麼太大損失 就像現在出位這樣子 所以說這樣的情況呢,剛剛臨時又有說到了塔的問題 還有宗教研修院的問題 像這些呢,長期以來也在談的 這一次的那個法案當中呢,也一併跳過了,也就沒有了 可見可能是真的有問題,也可能是你沒有注意到 總而言之,這樣子的一個與時在改變的這個立法 我看到一個事情,這個事情叫做 呼應了大方法師剛剛講的 以一載逛逛,回歸到宗教自主跟宗教自我管理 你要真正,國家要真正做到輔助宗教的善性自我管理 這才是最高原則的立法原則 謝謝 如果您忘記或者你根本不知道 包括佛教在內這麼大這麼主要的一個傳統宗教 它的真正善的發展跟必要的發展的基礎是什麼 你這個都還沒有研究清楚 然後你自己想像的說,這樣比較好 那樣比較好 我告訴你,你的一切好都很難讓真正的佛教感覺是好 這就是你的立法 你三十年來 三十年來,所有的立法我幾乎看過了 我這樣都看過之後,我發現到說 都是用關起門來沒有去瞭解一個宗教它真正自主發展的氣氛是什麼 它需要的是什麼 並不是宗教跟你要好處 絕對不要這樣想 為什麼?我剛剛說過了 宗教是人類共同的精神食糧 不是佛教喔,我說宗教 宗教的獨立以及宗教的健全發展跟被鼓勵性的發展 是一個國家免於精神病患 免於生命的糾葛 免於社會動盪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穩定力量 這個也是基於這樣子 所以國家不應該有任何理由、條件而來認定說 因為你要遵守我的什麼標準 所以我才給你免稅 所以我才給你好處 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宗教是人類最後的精神堡壘 跟最後正義跟生命價值的回繫所在 一個國家如果失去了 人民失去了這種東西 這個國家失去了靈魂 失去了靈魂 您知道嗎? 所以不要再用 我要用什麼方法你想像出來的方式去輔導、去支持、去提倡佛教、宗教的發展 宗教早在好幾千年以前 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都已經發展得比政府還好 政府幫我倒了N個了 國教、宗教都沒倒過 你看看 有沒有 教導也不會倒 連IS都倒不了對不對 所以0如果不深入到宗教內涵來 要想用一個世俗的方法 說我有好心要來幫助宗教 請問的有什麼方法 你們憑什麼 不是官大 不是做一個長官 就好像能夠來指導宗教怎麼過活 指導宗教怎麼樣不要被人家懷疑你貪污前 不是這樣 你不用這樣 擔心 宗教即便自己發生的問題 如果是屬於刑法的 讓刑法解決 如果是屬於民法的 讓民法解決 我們出家人乃至於男眾 連當兵都不能夠免掉 我們去外面加個油都要加水對不對 我們沒有任何的特殊的免稅身份 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讓我們在一般的法律之下受規範 其實就完全夠了 如果真的政府 如果是真的發生了什麼問題 如果是真的發生了什麼問題 讓它回歸基本的法條 其實都能解決 從來就不能 沒有不能解決 有 現在寺廟還在告人 剛剛一直在喊在告人 那讓他用法律的方式去解決 讓法官去了解寺院怎麼發展 不是所謂內政部的責任 你也不用擔那麼多 因為實在你擔不起來 才幾個官員 才幾個職員而已 怎麼做得了這麼多事呢 所以說我在想 我們中華民國在儒家的觀念底下 太多的所謂位高該管 應該管宗教 他用一個輔導的概念來說 我完全相信你的好意 可是真的你做不到 因此真心的去了解各個宗教的概念 並且用真正各個尊重各個宗教的傳統 這樣的理解方式 如果真還要在立法的話 是純粹的以一個輔助他發展 而不是帶有 其實真的就是帶有 剛剛法師也說 帶有很多管理味道的那種氣氛在裡頭 這樣子對這個政府 以及國家人民的心理發展影響實在太大 我最後講一個事情 我不耽誤大家太多時間 我最後講一個事情 我到美國去鴻法 鴻法 東西州 東邊到西邊去 我去那個supermarket買東西 買完了之後呢 我推了一整台的車子 出來的時候 買了很多東西 那個小姐最初來跟我講說 用簡單英文跟我講說 你有沒有寺院住的 寺院的 你住在寺院的這裡 我說我是台灣來的 你要幹什麼 他說 我要給你free tax 就是免稅 我說我是台灣來的 也有嗎 他說有 只要你任何方式證明 你是一個宗教徒 住在寺廟這樣就可以 我說有 我就拿了一個 莊嚴寺的那個影印 影印的恩賜 都看不太清楚了這樣 他看都沒看 他看你掏出來 他就馬上退稅給你 咱們中華民國 口口聲聲要立一個這麼好的法 要來幫助我們出家人 連一個免稅都沒說到 各位這樣您就知道了 林司長我絕對知道 你不應該 稍等稍等 林司長真的我知道 您不應該坐在這裡 好像被我們指問 我絕對沒這個意思 我知道 你在公務人員當中 可能也是上司交代的 我知道 但是 也只好 你就吃這個薪水 你坐在這裡 我這樣說這位 我也不願意 我絕對沒有惡意 我是真心的 我們的兄弟 就是大夫法師說的 我們的兄弟 都在這塊土地生活 我們怕你可以這麼自由 這麼安定 政府不安定 老百姓的安定 所以你不可以 總算是要有多多 各位 他們不可以幫忙 人家招到 招到 招到 抓到 亂七八糟 那些是 辽聰的 很難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 趟趟趟趟 現在我們